那麼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有一位朋友跟我們留言的 她說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社區達人飛飛 圖書館最近不管是一些公共的圖書館 大大小小的每個社區的現在是不是已經開放了呢 因為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就是說圖書館是關閉的 那麼現在是不是已經開放可以免費借書了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社區達人我們的好朋友 飛飛來幫她解決這個問題 飛飛你好 你好 各位1300的聽眾朋友們早上大家好 早安早安 免費借書這個問題您能幫忙回答一下嗎 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這個COVID 新冠疫情已經獲得了緩解 所以大部分幾乎所有的圖書館現在一旦過了這個Easter 就是過了春季之後呢 幾乎全部都已經全面開放了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圖書館裡面呢 放學之後呢 就會有很多年輕人在裡面 不過大家呢 還是要注意這個社交安全 不要做得太近 圖書館裡面呢 有很多活動 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他們有一些storytelling 然後週末呢 還有一些講故事的時間 還有一些教導英文課的一些課程 他們叫literacy program 就是說有一些退休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免費的教授英文給我們新移民 完全免費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不錯的活動 大家可以上一上市政府 不論你是住在哪一個城市 每一個市政府 城市 幾乎都有自己專屬的圖書館 為他們的市民服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如果說你去圖書館 小朋友看書 或是聽講故事 大人也可以借書 注入相帶 帶回家完全都免費的 所以這個活動是蠻好的 好的 非常感謝菲菲 謝謝你給我們的回答 那麼還有一些問題呢 我們希望等一下能夠再call給你 請你幫忙回答一下 謝謝菲菲 好 拜拜 好 拜拜